嗨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吗 这里是商鲁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这个频道呢 日常主营业务是园艺记录 也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 普通人养花养草的日常 但是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除了黑手指之外的 另一个角色 那么大家好 我是一名自然纪录片的 现场制片 事情呢是这样的 最近我是突然收到通知 说我之前参与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最近上映了 就非常突然 我不知道就是 为什么现在突然上映 我甚至以为它已经上映过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现在它已经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了 这个片子的名字呢 叫做第三集的植物王国 这部纪录片的主体部分呢 拍摄于2019年 刚好是疫情发生之前 主要内容呢 是呈现了大喜马拉雅走廊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拍摄地点的涉及云南西藏等地 如果对植物纪录片 或者是自然类纪录片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 总是能找得到的 那么今天我就借此机会 也给大家带来一些 我珍藏已久的 非常精美的幕后花絮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平时的工作 以及自然类纪录片的一些幕后故事吧 就是高山草店的环境嘛 高山草店的话 现在画面左边的这位男子 就是喜欢躺平在大自然中的导演 人称唐导 右边呢 是我们的摄影师小吴 他们二位在过去几年中通力合作 努力拍了很多部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十分值得一看的野生动物纪录片 这次拍摄植物题材的片子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和 二位经验丰富的创作者搭档 一起到达了很多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 这里是嘎龙拉雪山崖口 位于西藏波密与木托的交界处 是印度洋暖湿气流与喜马拉雅山高寒水汽的交锋地带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结界 这种地方一般就是异世界的入口 齐花异草什么的自然是不在话下 万年冰川与鲜花同框的奇景也能轻松获得 今天下午的天气非常不给力 上次看了一下花以后就开始下雨 我们这是刚从嘎龙拉山口撤下来 下大雨了 不能开 然后我们的防雨措施还行啊 下面再介绍一下航拍师大亨 还有摄影助理小兄弟彭晨晨 这里下去大概还有四公里的距离我们的车 能看得到就在那里 再加上没有出镜的司机大哥 这就是我们一次野外拍摄小团伙的所有成员了 穿过嘎龙拉隧道 就能到达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 莫托 这一边自然风貌突然大变 短短几十公里的距离 高山真叶林就变成了温暖湿润的芭蕉林 莫托绝对是自然观察爱好者的圣地 有一些独此一家的动植物 还附赠无孔不入的马皇 想了解这一部分的内容 推荐大家到唐岛大自然的频道 浏览数码黄的故事 我们植物故事的另一个重要拍摄地 是滇西北高海拔的流石滩 先带大家第一视角感受一下在流石滩上行走的感觉 这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 山体的岩石在风化作用下 断裂破碎成为大小均匀的石块 远看上去像是一种流体的状态 因而得名流石滩 就在这看似寸草不生的石堆间 也有生命抓住短暂的夏季空档 一刻不停地在创造着奇迹 看看这震撼的巨物 这就是看过一次便很难忘记的 高山植物高大壮担当塔皇 看看这电子草 以极端可爱的造型 在这严酷的山巅独自优雅 再看看这绿绒蒿 虽然这个镜头已经放过一次了 不过这么漂亮的画面 大家不介意多看几遍吧 这里是剪辑中的山巫龟 这一段是我临时添加的抒情部分 拍纪录片这份工作 说起来似乎有一种自带的光环 经常有其他行业的小伙伴表示非常向往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解释说 这其实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闻到有先后 树叶有砖工 不过现在回看这些美妙的场景 我也会觉得能够亲眼目睹 这些大自然的精巧震撼 也许真的是一种荣幸 不仅仅是开了眼界那么简单 而是获得了由全方位感知 而接入世间万物 这个巨大体系中的一种历史感 这种感知直接影响了个体 看待生命和世界的方式 而把这种观看的收获 分享出去的快乐 便是这一份工作的美妙之处 等一等 这里好像升华的有点太早了 毕竟拍摄进度还未过半 下面小团队又转场尼泊尔 在这里有一场重头戏要拍 先不说拍什么 尼泊尔的车载民歌 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所有人都已经听会了 有点太早了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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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虽然经历了一点波折 但我们还是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 找到并顺利拍完了这场重头戏 协同进化的常会锋芒与象牙声 让人自豪的是 这是该现象首次被完整的视频记录下来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下正片哦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呢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大家觉得我这个工作很有意思 想要看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的话呢 也请留言告诉我 这些虽然是我个人非常珍贵的回忆 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也是非常乐意分享的 今天的这个收音可能会有一点点差 大家见谅 好的 不要忘了follow山乌龟这个频道 还有给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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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幻想你长这样了 2 1 是不是像你们能找到手自发票了 的确我们走法 那时候拍我 我只能幻想你 我只能幻想你 本的世界真的很棒 我想的还是草原一家 我只能幻想你 我只能幻想你 现在我的音乐